另外来看到为了庆祝国立台湾图书馆庆 台图和邮政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夏日轻旅游的邮票特展 并且是结合了许多集邮爱好者的诗人收藏 让大家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看遍台湾各地的名声 今年是国立台湾图书馆成立99周年 官方安排了许多活动来庆祝 其中一场就是和邮政博物馆一起合作 联合举办了夏日轻旅游特展 邮政博物馆安排了正常的台湾风光 铁道以及生态花卉等油品 让民众在炎炎夏日还是可以在图书馆里轻松游全台 因为炎炎夏日很多活动都很容易出汗 所以我们挑选国立台湾图书馆这么好的场地里面有冷气 所以我们提供的展品是主要与台湾的风光油票 还有铁道油票 还有生态油票跟花卉油票 这种比较轻松的油票系列 然后能够展现台湾的生态之美的油票 而除了一楼和四楼双合一郎的特展以外 在8月9号管庆了当天 台湾图书馆还准备了生日礼 以及临时邮局等有趣的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8月9号的一个当天如果有寿星的话 那我们会有特别赠送的礼物 那我们还有就是办理那个油票的一些彩绘的活动 那另外也有一个讲座 那另外配合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也都有特别的一些集邮营的一个办理 那特别要提到就是我们这个8月3号跟8月9号 也特别有这个临时邮局 所以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欢迎到我们图书馆来参观 这样子的一个特展活动 而这次夏日清旅游系列活动 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1号 每周三下午还会有定时导览服务 另外在周末有小小集邮营等丰富的活动 官方欢迎全民踊跃参加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导